巨大岩石 湍急流水 倒下的樹木 将通往马丘比丘古迹群的 其中一条道路完全阻断 连日大雨引发河水暴涨 酿成土石流 在壁炉马丘比丘 造成两名居民失踪 17人受伤 大雨也切断中东部 40多个原住民社区的 对外道路 并造成牲畜和农业的 巨大损失 政府周一宣布 17个大区内 共有100个地区 进入紧急状态 南美洲暴雨成灾 玻利维亚各地 也传出河川暴涨 淹没或冲毁房屋 民众必须搭着小船 紧急撤离 同样景象也出现在巴西 或不单行 在壁炉和巴西 声音现象引起的热浪和暴雨 还造成登革热盛行 两国都已进入 卫生紧急状态 巴西已经通报 超过71万起病例 李约热内卢政府正式宣告 这是一场流行病 巴西卫生部更警告 2024年的登革热病例数 可能达到500万例 比去年高出两倍多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